大家好,我是Jun Rai Shin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Jun Rai Shin CAMERAIDER VIRUDO 我的劇情已經是進入氣欲了 目前已經引發了戰爭 於是我就為了這部作品中結合了觀後感和感想 如果你有意見 又或者你不認同我所說的 那歡迎你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分享 在我進入正題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URDRAMA和CAMERAIDER的主題 更多會分享一些特色和日本文化的話題 如果你是覺得不錯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的影片出去給大家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先跟大家回顧一下CAMERAIDER VIRUDO 過去的故事發展 10年前因為日本政府派了預航員 我們暫稱他為老闆角色 在火星帶來的神秘合相 PANDORA BOX在一場反抗儀式中所引起的Sky War 慘劇 將日本分為東方、德北和西方這三大地區 而比PANDORA BOX散發出來的光線 只要射到人就會變得野性復活 因此也對PANDORA BOX的力量虎視淡淡 數年後在東方中出現了一個千才科學家 郭主南作為研究員 為這位政府首長的兒子 我們稱他為反抗儀式的角色 研究PANDORA BOX期間 成立了FAST這個秘密組織 並將Sky War 獵劇中所流出來的 來給予加上注入人體 將他們變成SMASH的怪物 同時也開發了CAMERAIDER SYSTEM 作為國家兵器自由 後衛郭主南因為認識到 以後研究的危險性並打算退出 不過這班傢伙在哪裡肯放過去啦 第一次老闆就事先安排了凡盒男 前往郭主南的家並將他殺死 之後將郭主南和凡盒男的樣子 互相對換 再安排二主南到達郭主南的家 讓警察不以為他是殺害郭主南的兇手 並即將將他擺捕 最後老闆就洗走郭主南的記憶 將他變成男主角被安頓在自己身邊 一就是為了利用他開發CAMERAIDER SYSTEM 二就是方便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你說這隻老狐狸到底有多老謀心酸啊? 後來二主南在改造的途中逃了出來被被男主角等人收留 於是就一直想為自己身冤 而和男主角聯手對抗東都政府和Fast 另外一連串的發心 老闆的狐狸尾露了出來 和男主角一個人等罵犯 北都就起兵攻打東都 但期間就被西都侵佔 以導致北都的CAMERAIDER被迫投靠東都 反國際都被逐出了東都 後來就投靠了西都並成為他們的軍事利用 只一的CAMERAIDER反攻東都 故事就暫時發展到這裡 我那天很喜歡CAMERAIDER的設定 因為SMARCH是人類經過改造而變成的怪物 這個設定是回歸了最初CAMERAIDER系列的改造人的設定 雖然是有點出入 但我那天就較為喜歡二主南在改造期間逃走了出來的這個設定 完全是和當年CAMERAIDER在被改造後洗腦之前逃走了出來 並使用自己的果褲被改造了的 軀體和黑暗組織對抗的影子 而今次的劇情在編排上算是挺不錯的 一開始的十幾集才是用懸疑的手段一層一層解開謎底 令引動觀眾在沒有冷場的情況之下一直追下去 第十五十六集男主角的身世和大部分的事成都水落石出 直到這裡的故事發展都算是挺不錯的 第十七集開始 戰爭就爆發了 北斗來勢恐恐恐對東都一連串攻擊 甚至派到他們的CAMERAIDERGRIS去搶劫 東都就BODERU和PANDORABOX 結果發展了五集 北斗就被西都佔領了 他們的CAMERAIDER也被迫投靠東都 那樣的發展會不會急進了一點呢? 最新說話就已經透露了東都裡面是有SPY的 那究竟會是哪位呢? 那我大膽推測可能會是記者女 當然就有人會覺得 蛤?他的身份不是因為被拆穿了所以才被丟掉嗎? 為什麼還會是去呢? 那我就在想 因為被拆穿了 於是他的故事就純粹推走製造假象 被主角一干人等以為他已經被丟掉 加上記者女之後一直都協助他們 因而對他卸下了防備之手 促使記者女就趁前這樣的狀態繼續執行 作為SPY應有的任務 就為了查探Botoro和PandoraBoss 收藏在哪一個地方 並替他的故事通風捕信 除此之外我暫時已經是留不到 到底他誰還是鹽仔的了 不知大家怎麼看呢? 那現在我就稍微預測一下 哲覺你的劇情發展 哲覺會因為老闆的女兒而控制了 Hasato Trigger的步走被凌駕於他 其後再研發出這個FuroFuroRabito Tang的Botoro 從而將CAMERAIDER Builder的能力 再推上另一個高峰 也有可能是老闆等人奪走男主角的Rabito Tang的Botoro 因此這個開發 可能是用來取代被取走了Rabito Tang的FuroFuro 以PandoraBoss真正被釋放之後 有可能是產生另一種力量 又或者是某些設定 從而誕生出一個新的勢力 又或者是敵人 導致到這三個地區的CAMERA 都會連手對抗這股勢力或者敵人 不知為何我就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老闆和反骨仔都不是最多敵人 又或者我是受到了CAMERAIDER的劇情影響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嘍嘍嘍嘍都說了一大堆 以上是我對CAMERAIDER Builder 接下你的發展的猜測 故事都發展到一半 相信男主角的新型態都要快登場吧 接下你的劇情流等我們一齊釋乎以待 不過我又應該不會像Rudra Manjido 每個星期發佈觀喉的影片 我有時間我會再喜歡這部作品的觀喉感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最後除了感謝大家支持之前 也有少少東西想拜託大家 如果你訂閱我的頻道 請按這邊你支持我 如果你已經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按這裡的小叮噹 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佈的最新影片 by the way 如果你是喜歡我這個影片 請你給我一個Like我 和Share出去給身邊的朋友 不要忘記去我的Facebook Fan Page 給我一個Like我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會有幾個推薦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進去觀賞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樣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那你就可以點擊這個投注來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影片的留言是做什麼 春的 所以現在 待會